北京的房子可是跌了不少哟 看看 业主原购值 原来花了这么多钱 3200万 现在本房2350万 2350万 如果再加50万就是2400万 2400万就等于是打了一个75折吧 是吧 你那个3200万你给分成四份 每四分之一 每25%是800万 对吧 他一下降了850万 800万就是25% 25%呢 32万是1% 是吧 他有26% 26又多了一个18万 26.5 是吧 降了26.5 26.5 哎呀 跌了跌了 早就该跌了吧 也太贵了 是吧 是吧 北京的房子也太贵了 虚高啊 虚高啊 租售比 租售比 还有房价和收入比 都是非常的不合理啊 把这个全民的财富都炸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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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